中国大陆已经进入冬季 如何取暖过冬成为中国农村面临的严峻考验 中共官方为防制空气污染以制埋为由 在多个省份设立净煤区 山西省于2017年实施天然气管道入村 开始强迫村民使用天然气取代烧煤烧炭 因此无论是取暖做饭必须由烧煤炭给成天然气 但是由于天然气的价格较高 当地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多半以重粮打工为主 在经济条件不宽裕的情况下 使用天然气增加了开销 所以村民烧煤炭的情况一直存在 大陆媒体新京报12月19号的报道说 为了贯彻净煤政策 大约在一周前 山西省林凡市洪洞县南营村的村委会人员 来到村民家中 用水泥沙子将炉灶的炉塘全部封堵 该播引述当地村民的话说 那些村官不让他们烧火做饭 有的甚至翻墙进屋 强制把炉子堵上 当地政府对村民强制风炉之后 还大声宣称 谁家要是在烧火做饭取暖 就是跟国家作对 网友质问 空气污染真的是农村烧火做饭引起的吗 主要的污染是在于工厂 并不是在于民众用的煤炭去做饭 或者取暖 他通过这样的方法去制污染 我觉得是在掩盖那些真正的污染源 因为那些污染的大户 能够给政府带来收入 甚至是一些小金库的收入 当地官员坦承翻墙禁院的行为 但洪洞县县长对于水泥堵 炉灶的行为变称说 这是与村民商量后进行的 对此有民众撰文表示 官员这样的说辞实在令人费解 因为用水泥毒死炉灶 就是对村民不信任的做法 并对村民造成伤害 何来商量之说 中共以整治阴霾为由 管制民众用煤 把使用煤的地区 划分为静燃区和静煤区 静燃区使用的煤 必须向国家指定的煤店购买 而这些煤的品质 也无法获得保证 最近河北省发生多起使用 当地政府推广的环保洁净煤 在取暖时导致易氧化碳中毒身亡 或受伤事件 对于中共官员 罔顾民生以水泥风噪 不让人作范取暖的行径 有人维温称 封堵锅灶 断人口食 与杂人排位挖人祖坟一样 都属于严重的冒犯与恶行 前大陆资深非政府组织人士 杨占青表示 在严寒的冬天 中共封堵锅灶 让百姓无法做饭取暖的暴行 虽然一时看不到明显的后果 但透过此事 民众会看清中共的本质 当民怨积累到一定能量时 并会爆发出 足以摧毁中共政权的力量 新唐记者 陈汉李明中元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